中迅的台词和眼神非常稳 就连对手下的李淳都被这个气场吓到 从眼神就能感受出爆发的演技 中迅就像如意传的定买神针 他的情绪能带动许多人的眼 就像金昌所说 他的杀伤力不是攻击性 眼神非常深邃 直视的时候会把人带入情绪 和着凌云彻变太监的那种隐忍和心痛愧疚 作为皇后他又不能表现出越界 可是对于救命二人的遭遇他又非常愧疚 种种复杂的情绪被周迅很好的演绎出来 不光是大的表情动作 周公子对于细节上的处理非常耐人寻味 木兰围场上分别多年的两人再次相遇 如意当场救下凌云彻 两人并肩走的时候 如意有个特别小的动作 就是手指头一直搓来搓去 并不是多余的动作 而是周迅对人物内心情感的一种事 不止这场戏 如意登上季后惩罚金颐严的时候 也给到了如意手的特写 他焦躁不安的柔人手里的东西 这是他上任后第一次惩罚人 此时的内心还是有点不安 也是如意自己一个小设计 他把自己当成如意 当得知扎颜严寒将写 画了头晃头晃的一颗冰冷 自己想要的要受所谓逼具的束缚 立在快门槛的时候 如意先是停顿一下 然后判例的左脚迈了过去 这周旋用自己的表演 填补了一个真正的如意 仿佛如意真的存在一样